许家印心疼到断魂 恒大海南39栋建筑现十天拆除 钱白花了 1月1日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恒大在海南填海建造的世界最大人工岛恒大海花岛 名列中国十大丑建筑第一名 岛上39栋住宅 总建筑面积43.5万平方公尺 因违法取得的规划许可证已被撤销 海南省丹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行政处罚 现期十日内拆除完毕 外界戏称 丹州市一张A4公文 就将价值53.5亿人民币的建筑将化为烟尘 海花变浪花 综合中媒报道 海南省丹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则令恒大海花岛上39栋住宅 必须在十日内自行拆除 一级1月10日前必须拆掉 逾期将强制拆除 这些建物已于2020年年中因环保问题遭当局要求停售 海花岛是一座人工岛 是恒大创办人许家印的发想 传出它在2012年大年初一 夜不能寐 搜集树叶 花朵等素材 对驻大海反复构思而成 恒大号称要在海花岛投资1600亿人民币 打造全世界最大的海岛旅游度假区 并于2013年开始填海 2017年中 海花岛雏形出现 部分项目竣工 却迎来一场监管风暴 中共开枪恒大鼓了钱袋 毁了生态 前后总共开罚恒大2.15亿人民币 去年12月底 海花岛还得到2021年度中国十大丑陋建筑冠军宝座 评审评为资本任性妄为 破坏海洋生态 形态怪异杂乱 是炫富 媚俗文旅项目的典型 如今 单周市一张A4公文 就将价值53.5亿人民币的建筑将化为烟尘 中国网友直言 许家印应该会腾到快断魂 令人毛骨悚然 时刻新闻播报